欢迎收看古海英杰 我是郑英杰 那么台北股市加权指数 今天再度的破底 中场重挫了127点 已经跌破了8800点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整个加权指数 已经灌破了8800点 来到了8791点 中场大跌了127点 我想面对这样的行情 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朋友 看完今天的盘事之后 可以说是心情更加的难受 可以说是更加的万念俱灰 面对手头上一缸子 满手套牢的股票 心里面的情绪 可以说是万分的难受 可以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如果你的心情 是真的很难受 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我希望你先把这样的一个情绪 先放在旁边 因为你没有要改变属性 现在你的股票 住套房就是住套房 赔钱就是赔钱 这都已经是木已成舟 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我希望 你先把你这样子难受的情绪 先摆在一旁 然后认真的来看我的节目 或许你能够得到一些解答 因为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希望你先把难受的情绪 先把它捞出来 放在旁边 认真听我说 心平气有的看完我这一集的节目 或许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解答 那么在今天 要解答各位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的一个问题的同时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大盘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今天我要讲一点大盘 再来讲我们的股票 来我们看个大盘 这个今天大盘跌了127点 整个大盘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4月28号 4月28号今年的高点 它叫10,014点 最高嘛 1万点嘛 从1万点 从4月28号来到了今天 7月底了 足足跌掉几点 我想大家都会算 我们就算到8,800点就好 足足跌掉了1,200点 对吧 所以说1,200点 跌到现在从1万点 大家如果眼睛没有瞎的话 蜜酒如果没刺眉啦 蜜酒只要没刺眉的人 都十对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叫什么走势 空头走势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呢 如果你还去看那些节目啊 有人告诉你说 来到这里了 就是低点 万点一定会再来 各位 你敢听不下去 你十对听不下去嘛 因为这摆明是怎样 睁眼说瞎话嘛 已经六千几点嘛 你告诉我万点会回来 你怎么听不下去 你听不下去嘛 所以这种节目不用再看了 什么样的节目不用再看 每天都在告诉你 跌到这里就是低点 然后刚好去买股票 这对你一点正面的帮助都没有 对你一点正面的帮助都没有 而且会讲这样话的人 我敢讲在这里 他就已经告诉你这里是底部了 结果不是来到这里 又有一票人告诉你 这里是底部了 现在跌到这里 又有一票人睁眼说瞎话 告诉你这里是底部了 那很奇怪的是 这个他们眼睛那都没看到吗 从这里跌到这里 跌了一千两百点 那麥珠是拖汤也扯了 这个很显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从一万点跌到现在八千八百点 它已经是标准不折不扣的 空投走势 对吧 所以先把这一点确认出来 确认出来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要怎麽做 我说我今天要一步一步的来解惑 投资朋友 你在现在心里面很难受的 情绪先放在一旁 你不知道该怎麽办的 我来告诉你该怎麽办 这个就是你所想要得到的答案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很心平气颜的看完 我整集的节目 那么我们现在都看到了 这波行情从这里一万点 台到这台前二点 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 标准的空投趋势盘 重点不是现在要怎麽做公平 各位 其实在上周 一直到昨天 每天我都跟投资朋友在聊天 其实在最近 我一直尝试的 跟这些跟我聊天 投资朋友沟通 沟通什么 我说我要带他们去放空股票 但是我发现 我虽然心里面是想要带各位去放空股票 可是十个投资朋友里面 几乎有十个 要么就是没有放空过 要么就是不习惯放空 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放空 这个观念的情况之下 我只好告诉他们 那么如果你们没办法接受 放空股票的这个想法的话 目前面对大盘的这个策略 空投趋势的策略 那么只有八个字 这八个字我也要来回答你 也要来跟你解惑 哪八个字 这八个字啊 各位就叫做选对标的 四个字了嘛 选对标的叫四个字了嘛 选对股票或选对标的 赶快一属 选对股票 然后呢 短线操作 如果你是执意要做多的话 现在在空投走势的格局里面 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当多投 要当一个做多的 股票的一个投资的话 你只有八个字来面对 哪八个字 第一个 最重要选对股票 第二个 选对股票之后 你呢 要快刀进快刀出 要学着怎样 短线操作 也就是说这八个字 我再说一次 选对股票 短线操作 在近期空投走势的行情里面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 我想现在最伤脑筋的 投资票你最伤脑筋的事情是什么 老师我就是因为算不到股票 所以才会满手套牢的股票 因此选股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那对很多投资朋友这伤脑筋的事情的话 那么请把这伤脑筋的问题 丢给专业的分析师来做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 在现阶段你那些套牢的股票 我们说实在的 你去看再多节目 他给你持股诊断 他叫你把你手楼上的股票砍掉 你也听不进去嘛 那与其这样 如果你手楼上还有一些资金的话 你想要让自己的股票 现在住套房的股票 少输一点的话 你只有跟着我的脚步啊 那要怎么做 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给各位介绍的股票 我说我呢 在节目上所讲的任何一件事情 所有的中心思想 都是希望投资朋友来赚钱 并且要透过实战操作 来战胜这个股票市场 那现阶段的行情 其实我也不是讲一天两天了 我说从这个空头走势 从7月份开始 这空头走势形成之后 我每天都在讲 单股操作短线操作 快刀进快刀出 各位那事实证明 我们这样做 会员朋友没有一个受伤 而且呢 甚至于还可以经常享受到 短线操作的一个乐趣 快刀进 快刀出的一个乐趣 那什么样的乐趣呢 当然是赚钱的乐趣啊 绝对不会是赔钱的乐趣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昨天为各位介绍 什么样的股票 这昨天7月22 7月22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茂迪 对不对 6244的茂迪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这个买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来拉近 这昨天买的 44.35买进 对不对 直接试价买进嘛 这昨天才买的嘛 44.35元 我们直接试价买进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茂迪的表现 44 6244 今天收多少 45.35 它今天还是小跌 0.25元 可是请仔细看哦 我们买在44.35 今天收在45.35 各位 有没有赚钱 赚不多 但是至少没有住套房嘛 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先给各位讲 我们现在所选的标的 以及我们的做法 待会再告诉你 接下来你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趋吉避凶 特别是在现阶段 我相信只要大家眼睛没有瞎都看到 现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头走势 如果还是要做多的话 不是不行 一定要学着怎样 选对股票 并且要快刀进快刀出 你才能够趋吉避凶 好这档股票证实了没问题了 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出 所以我今天继续讲 我继续讲 各位 我们讲完这档股票之后 昨天我们因为 投资朋友不同属性 我们昨天还有介绍一档股票 它叫什么 南桥 来拉近 这档股票我今天也没有出 请仔细看南桥 昨天我讲的对不对 甚至于我昨天送给大家的 就是讲这两档 一档叫茂迪 一档叫南桥 我根据各种不同的属性的投资朋友 我们给他的这个操作建议 一档叫南桥单股 一档叫做茂迪的单股 那这档南桥 昨天我是告诉你 我们请这个 有来索取资料的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家族成员也好 通通买在哪里 68块半 我们来看一下1702的南桥 这档股票今天跌了9毛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收盘价 收盘价看来在68块半 各位 68块半对于我们进场的成本来说 刚刚好是没有赚钱也没有赔钱 拉近 可是我今天还是没有动 我也没有卖掉 我直接告诉你答应我没有卖掉 为什么没有卖掉 各位为什么没有卖掉 因为我觉得这档股票够强 我说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买的这个南桥 昨天是在68块半 今天它虽然有跌 跌回到我们成本 为什么我还是愿意续报 各位请仔细看 在大盘这么弱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是中错127点的 我们所要挑的标的是什么 既然要做多 你一定要挑到一个标的就是这样 相对抗跌 相对抗跌 仔细想想看今天大盘表现这么弱 我们还能够守在成本这附近 那如果今天大盘是要维持在平盘附近 那这档股票它是不是大有可为 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阶段要帮各位所挑选出来的股票 一定要格外的顺重格外的小心 绝对是要非常抗跌的 各位因为你在也输不起任何一毛钱了 为什么 因为你手楼上的股票已经给你输了很多钱了 所以我们在逛的高票 实际上是很适合很适合的 甚至于有来索取资料 我们也不会随便乱给你标的 每一档股票 我们的团队 都是绝对经过精心挑选过的 一选再选 经过再三筛选 筛选完毕之后 我们才会把这个股票 送给这个投资朋友 甚至于你还不是我会员的 以及你是我会员的 那这些股票 你们绝对可以放心的跟 为什么可以放心的跟 第一个 因为我们会颜色停损 第二件事情 我们会快刀进快刀出 带你做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安心的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做的话 绝对可以很安然的度过这段空头走势 甚至于我说了 可以享受到跑短线赚钱的一个乐趣 所以说今天 我一样没有闪躲 今天大盘跌得这么深 跌127点 我们手头上的单股 一个叫茂迪 对不起我讲错了 茂迪 茂迪6244的茂迪 另外一档叫做南桥 我们依然不动如山 不动如山原因是因为这两档股票 它非常的抗跌 甚至于我们的茂迪 现在目前是小赚当中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今儿很珠席 你那些套牢的股票 我说真的啦 十个老师叫你去把它做调节 叫你去做减码 你都砍不下手 为什么因为已经赔太多了 你已经赔不下了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你应该怎么做 你手段上如果还有一些资金的话 你应该是要这样做 怎么做 就是跑短线 各位 就是跑短线 而且把资金集中 你剩余的资金 把它集中起来 来操作短线单股 一档至少做50万 50到200万 我们坚持只做一档 请仔细看 既然是短线的话 就是3到7天 3到7个交易日 资金集中只操作一档 卖掉一档 我们接着才买下一档 就是做短线 为什么 大盘现在表现不稳 如果还是要买股票的话 你只有这样做 你才不会受伤 要不然看看你满手的股票 为什么会赔那么多 因为你不懂得跑短线 而买了就放 赔钱就放 越赔越多 当然我现在已经不忍心在苛哲理了 这实在输钱 国家用门 这心情一定是越来越败 我不忍心苛哲你 我只是要说 因为你的方法不对 导致于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这个节目是要告诉你 你现在该怎么办 那为什么要做短线 第一个 你短线你的资金 一个月下来 你可以至少做三档 因为我们最长就百七个交易日 那一个月下来 是不是至少可以做三档 你的资金 是不是才可以灵活的周转运用 那做对几次 你照样可以赚钱 我们不要讲翻倍 你跑短线的话 你的资金集中 各位 一个月下来 你可以做了几档 有机会翻倍 那也能够持续的 在这种空头走势里面 利用强势股 来赚到钱 资金就集中一档 绝对不要乱枪打鸟 现在不适合乱枪打鸟 你只能选对标的 然后就给它集中在一档里面 不要乱枪打鸟 那请放心 股票只要不动 我们立刻会换股操作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我的股票不会套牢 为什么 我方法对嘛 为什么方法对 因为我们短线操作嘛 那短线操作怎么会套牢 不会套牢嘛 你看看我跟各位 昨天介绍的股票 哪有套牢 来各位 这支南桥 有没有套牢 来拉近 现在成本附近嘛 今天第二天嘛 如果七天里面不动的话 这南桥就会换掉嘛 这样怎么会套牢 各位所以说 这个盘式在变化 你要有对策啊 不能说永远只用一个方式 来做股票啊 这样只会让你呢 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面临了 怎样追缴的问题 融资的 有些用融资在做的 真的是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 那当然我也知道 还有一些投资朋友 你手楼上呢 还有一些资金 各位 还有一些资金的话 我说了 你现在该怎么办 来拉近 就像我们这样 这个方式来做 很稳健的出手 很仔细的挑选标的 来各位 快刀进快刀出 各位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各位 什么事情 这样子做你的股票 才不会套牢啊 那因为短线操作嘛 那七天里面股票只要不动 你放心 我一定会换股 我说我的目的呢 是希望真的能够 帮助到投资朋友 为什么 因为投资朋友你们好 我才有可能真的好嘛 我没有理由去害各位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做的任何一个动作 我的出发点 包含会员朋友 我要给你们的股票 会员有在看节目的仔细听 每一期我会给你们做的股票 绝对是经过苦心研究 每一党都是非常非常谨慎 筛选筛选筛选再筛选之后 我们认定的很有把握的标的 才会送给这个 会员朋友以及投资朋友 你来操作 你才会来操作 那当然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现在看了很多节目 很多老师在干什么 看到这个空头走势 来又看一次 股票老师啊 最近都在干什么事情 看到这个空头走势 要嘛就是骗你说这里是底部 要嘛就干什么 来告诉你 他的会费现在有多便宜 各位 你头上应该赎得罢了 还在说会费 我说现阶段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很多医生啊 我说的是其他的分析师 他告诉你 我们现在来我们这里看病 医药会给你算个刺 拜托你以后 我们在书里有要遭老 我们在书里有要脱口 还在说医药会 那我这边的做法是什么 来各位 很简单 我先帮你治病嘛 我先帮你治病嘛 先给你的病室会医一下嘛 医疗比较好 我们再来说嘛 你听我的意思吗 你现在去找别人看病 别人跟你说 那匯药多伤多伤 那是要做什么 你已经输到要脱口了 你要继续医药会 当务知己 先怎样 缓和你的病痛 缓和你的病痛 怎样缓和 我先带你实战一档嘛 我先带你实战一档 别的老师不敢做我来做嘛 我要跨出头顾界的第一步嘛 每个老师每个医生 不敢做的工作 我来做 我先帮你看诊 我先服务你 我颐骨会友 我先服务你 我先让你的病痛 比较舒缓一点嘛 先让你享受一档嘛 先让你享受我们的专人专线 清代服务嘛 先享受一档嘛 先让你感受到这个赢的滋味嘛 这才是真的要帮助你啊 那其他我们后面再谈 各位 其他我们后面再谈 我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借由 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共创双赢的方式 你先在市场上 透过我们的专业 先享受到一档之后 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你真的享受到赢的滋味之后 各位 也证明了我们的专业不是吗 那证明我们的专业之后 我们再来谈下一步嘛 各位这是现阶段 我用最大的诚意想要帮助各位嘛 所以现阶段 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回答你了 我帮你解惑了 现代该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是选对标的嘛 然后短线进出嘛 那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选对标的 吹花就对了 各位你也看到 昨天我跟你讲的这个茂迪还有这样南桥 今天大盘跌成这样 我们的茂迪还在赚钱耶 我们的南桥还维持在成本耶 那如果随时出现反弹 你认为这两档股票会不会赚钱 各位这个你要自己去想啊 这就是我们选股的一个厉害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要告诉你 为什么不闪躲 为什么要公开操作 就是要让你来见证啊 让你来见证啊 那现在我知道 你已经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了 你说你已经破诊得很艱苦了 把医生都在告诉你 他的医院的肌肉多小多小 你听不下去 没关系 我先缓和你的病痛 先让你享受一档赢的滋味 你真的感受到我们的专业之后 后面我们再来谈 有兴趣的 把握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 我们这边稍作休息 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我让美鳳更捅啊 我们找个手什么 我们的美鳳 有很多美鳳 我们其实有很多美鳳 不过你送家 我跟美鳳 有很多美鳳 入牧 一定会提到 有很多美鳳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块赚钱快 掌握时机不等人 第二块操作快 买进卖出有专人 第三块标股快 累积财富真惊人 曾老师一块天下无难股 万般亏损皆因凹 凹来凹去凹成仇 曾老师快狠准 方宁圆梦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股项绿咖喱新上市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块赚钱快 掌握时机不等人 第二块操作快 买进卖出有专人 第三块标股快 累积财富真惊人 曾老师一块天下无难股 万般亏损皆因凹 凹来凹去凹成仇 曾老师快狠准 方宁圆梦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吃牛排 除了美味 我还要求安心 我选择有食品卫生认证的 贵族世家 陛下 安全看得见 超美味 超放心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世家 蓬蓬呼呼啦 蓬蓬帮你呼呼呼 呼肌肤 蓬蓬帮你呼呼 蓬蓬帮你呼呼呼 呼呼幸福 肌肤嫩嫩又蓬蓬 蓬蓬呼呼好舒服 Nice蓬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大盘整个在守这个空头走势 我们再看一遍 既要把手没成名都看得出了 现在都看得出了 一万点抬到现在这 抬成二点 很明显的是一个空头走势 所以在最近 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朋友 因为股票套牢 因为股票赔钱 那么 纷纷的打电话到我们这个公司来 求助于这个 曾老师 也就是说 如果把头顾 把头顾老师看成说是医生的话 最近曾老师这间医生 来看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每一个看病的患者 不可以大家都去同样的腰回家 绝对不行 所以我说 当一位分析师 你就要把自己当成医生一样 医生要针对 每一个病患 他生了什么病 要对症下药 所以我一直强调 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头顾未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客制化量身定做 先了解 投资人的资金状况 再规划操作模组 坦白讲你说 我会不会做空股票 我会 可是当我跟其他的 这个投资朋友聊天 讨论的时候 我要规划他们 要来做空的时候 其实怎么讲 他们就是怎么讲 不习惯做空 也没有做过空 那当然有一两位 有一两位 你愿意这样做 我就会带你做空 其实做空是比较专业的做法 那大部份的投资朋友 你做股票都是习惯用买的 老师要买一支 老师要买一支 但是我说了 我既然是成为一个 专业的分析师 多也要会做 空也要会做 你就算你想空股票 各位你来找我 我也是会帮你量身 同时我也会先了解 你的资金规模 再帮你规划 你的操作模组 比如说你能接受 放空股票的 你真的能接受 而且我带你做 你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你愿意这样做的 我很乐意来帮助你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量身定做 那我现在也说了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股票了解 我说整个市场 可以说是哀鸿骗鱼 每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 是缓假来说 就是去看病的那个病患 现在破坏的人 是越来越多 是怎么越来越多 大半砍到当都塞歪了 从一万点 砍到八千八百点 那有很多人的股票 越来越多 病情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那各位你看这个投顾节目 你会发现到 每一间投顾分析师 每一个投顾分析师 都好像是一个医生一样 各位当其他的医生 在告诉你 他现在医药费 有多便宜的时候 我不会这样做 我秉持着什么 医者父母心 什么叫医者父母心 当然是心 舒缓你的病痛 对吗 这个油你吃下去 这个医生真的厉害 这个油我吃下去了 感觉真的有点轻松 有点开玩 真的别那么痛了 没那么难受了 各位 你也才能够证明 这个医生 他是专业的 会要看病的 对吗 医药给你收拾的结果 不但没有治疗好你的病 油我开一大堆给你吃 越吃病越严重 各位 没吃没吃 越吃越严重 这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现在要做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我把自己当作是医生 我把自己当成是医生一样 那医者父母心 我们先不要谈医药费 你就已经那么难受了 那么痛苦了 已经输到要脱口了 已经输到要糟糕了 还跟你说医药 这因为没意思 你听我意思 真的有心要帮助你的 真的有信心证明自己是专业的 应该是要这样做 各位 先带你实战 先带你实战来证明他的专业 以骨会友 先享受服务 赢的知识先感受到了 你的心情没那么难受了 好歹舒缓一些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后续嘛 这个就是我的本意 我要做的本意就是秉持的 真的是医者父母心的心态 特别是看到大盘跌成这样 我坦白讲 我看到很多散户投资者 每次遇到这种行情的时候 那国家书都要招楼 书都要躺下 这个我可想而知啊 你的心情的难受啊 我是点滴感受在心中啊 所以我是真的想要帮助你啊 但是你也必须要让我知道 你人在队里嘛 你人难受你破坏 结果我不知道你人在队里 我是要跟你医 你听我的意思吗 你人在病痛 在生病 在不舒服 我都不知道你人在哪里 我怎么帮你医治啊 亲爱的投资妹 真的有病就要赶快医 股票了 真的 目前呢 住套房的投资妹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各位 这个我想是对你最大的帮助 最大的帮助 先享受服务 先享受赢的滋问 后面我们再来谈 有诚意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投资朋友 善加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我不是陌生人 从小就陪伴着你 总是站在角落 即使被忽略也没关系 因为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有我在的地方 就有你们的健康与笑容 我是贺仲牌 家庭净水系列全面上市 您喝的水贺仲关心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块赚钱快 掌握时机不等人 第二块操作快 买进卖出有专人 第三块标股快 累积财富真惊人 曾老师一块天下无难股 万般亏损皆因凹 凹来凹去凹成仇 曾老师快 狠 准 帮您圆梦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Q弹 因为我有沙拉沙拉水墨力 日本专利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谈恋爱 真的好汤 沙拉沙拉 水墨力沐浴如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第一块赚钱快 掌握时机不等人 第二块操作快 买进卖出有专人 第三块标股快 390-39 470-3772